台湾行脚第17天了 现在我们在西班 在喝咖啡的当中 针对路线 针对路线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是透过在提起佛法的时候 那个谁 你那边都用好了吗 路线 路线还没有 好的 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 第17天了 华人岛 行脚台湾呢 非常棒 我们翻译到佛陀的法 其实可以在 这个佛摩沙台湾 实践了 为什么 因为西班 莱尔夫 全家 其实这些的方法 对OK 我们要平等心 对平等心 我们都可以做到了 我翻译到 其实呢 这个所以佛果在人间可以彰显 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未来佛来之前呢 米勒佛 也就是我们 透过世尊 在这个世代呢 特别推荐 所以我们正式的 能够在台湾环岛行脚 一步一脚印 走过的没寸土地 完全回归西方极乐世界 感恩阿弥陀佛 感恩所有的行脚 台湾的常驻法师 比丘尼僧团 能够在 台湾 真正的发挥 有台东 有名佛事 永远明白 宇宙浩瀚的真理 佛法在人生 佛法在人间 佛在心中完成 感恩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